菊姐 开银行可不是开赌场啊 你要是再闹下去 结果 可不是你能想象的 你这么做既伤害了程老板 也伤害了有业银行 也扰乱了民生 扰乱了租借的金融次数 这么严重的后果 你担当得了吗 这会很有可能是粉身碎的 外头的哪一个人说过 是我让他来的 没有吧 摆离了是冲着你这个外人来的 你还不明白吗 有你这个外人在 银行永无明事 没你这个外人在 天下就太平了 那如果我现在离开去了 你能让外媒那些捣乱的人滚蛋吗 我说过 那些人不是我找来的 不过 如果他们是冲着你这个外人来的 要是你走了 他们肯定就会安心地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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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星月亮太阳 你们跟我过来 我把银行的图章 重要的文件还有钥匙交给你们 好 好 好 走 外人 好 外人 搞清楚 千万不要想去我大哥旁边吹耳边风 从今天开始 我会派人全天候守在我大哥病房外面 能去探望他的 除了我们程家人以外 那些非心非故的外人 一律不能 腻子吧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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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终于雨过天晴了 大家赶快想想办法吧 老汤 赶紧出去 安抚一下外面客户 好的 对 你去告诉他们 连他们的老板我 都放心投资这家银行 他们那边小气 还那么紧张干嘛 再在这儿胡说八道 我打断他们的腿 是 来 快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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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没事了 咱们接着开会 你们放心 我不会走的 我永远都不会离开永业银行 我只觉得 这个时候啊 没必要跟他们硬着干 曲姐这个女人 做事情从来不计后果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 如果跟她硬碰硬的话 咱们可能会更吃亏 再说 你爸现在病得那么严重 你们奶奶对我的误会 又那么深 这些事情啊 都需要时间来平复的 所以不管怎么样 你们只要记住一个字 就是人 人自头上一把刀 虽然插在心里很疼很难受 但是我们得挺过来 我相信过了这段时间 等你爸的病好了 他一定会有办法 对付这帮牛鬼蛇神的 对了 还有 银行发生的任何事情 都不能告诉你爸 如果他问起来 你们就说 我婆婆病了 我得带他去香港看病 得离开几天 记住了吗 大家进来坐 妈 这都认识啊 都是我们银行的老职员了 是 这位是唐先生 是 是 这位是刘先生 每年我们银行庆典 我们都见面的 是啊 是 是啊 是 你们都来了 欢迎欢迎啊 大家到家里来 有什么事吗 大嫂 您别那么紧张啊 他们都是关心大哥 特意过来问候一下的 是啊 是啊 请坐吧 随便坐 妈 稍微等一下 有个事情想跟你报告一下 因为这些老职员老伙伴们 集体投诉唐兰 所以今天我已经把唐兰给 赶走了 好啊 长老太太 其实 我已经辞职了 我怀疑唐兰哪 骗走银行不少钱哪 您瞧 这里很多贷款 都是从唐兰的手中借出去的 可一没担保 二没抵押 好 一行 这一妃 平常不看着点银行的业务吗 大哥他以前不是这个样子 自从唐兰来到银行之后 他整个人就完全变了 什么都不管 他就只知道说一句话 唐兰的意思 就是我程一妃的意思 是啊 张老太太 我们确实没有办法了 唐兰 现在就像银行里的慈禧太后 一副顺我者昌 你我者亡的样子 都是我们无法正常的工作呀 所以没有办法 我们只能辞职了 是啊 不能辞职啊 你想 不能同意他们辞职 唐先生 刘先生 各位先生 现在我们银行还能靠谁 不就是要靠你们这些老伙计吗 行 你们千万不能走啊 至于你们刚刚说的那个唐兰 这样 从今天起 我不会让他再踏进银行一步 永夜银行 永远是我们程家的人说了算 这下我们就放心了 是 放心吧 爸 爸 义妃啊 爸 你终于醒了 微风快 为你爸喝粥 来 爸 您放心 这一关已经过了 刚才大夫已经说了 再过三个月 您就可以彻底康复了 别蒙我了 院长已经告诉我了 取不来那颗子弹 让我最多活两年 不会的爸 那些医生的话靠不住的 我有一个同学 他爸爸也生病了 医生说就只能活两个月 可是最后五六年都坚持下来了 所以爸 您一定会没事的 别说那么多了 我醒来之后想了很多事 这平时我太忙了 没那么多时间陪你们 也没时间教你们 不过现在好了 至少 还有两年能够好好陪你们 月亮跟唐岚呢 大哥 唐岚已经离开银行了 这个女人实在太过分了 在银行里面横行八道 完全把自己当成是老板娘的样子 银行里有一半伙计跟我说 只要唐岚在 他们都没有心思在银行干下去了 义飞啊 不是了 那个女人确实是不简单 银行好几个老伙计跟我说过 唐岚要是再这么下去 他们真的要辞职了 还有啊 二叔 爸已经很累了 那些事以后再说行不行啊 永夜银行是大哥的命根子 我当然要把这些事情交代清楚 要不然大哥怎么可以放心 怎么可以安心地休息呢 不过大哥您也不需要担心 您尽管放心好了 您中枪那一天 特别交代我和二嫂那些事情 我们会努力做到的 牢牢记住的 二嫂 会和大嫂一起 好好地把家照顾好 把妈妈照顾好 而我 也会听从您的吩咐 暂时全权管理永夜银行 对了 星星和太阳他们最近特别乖 特别努力 特别长进 我相信用不了多久 我就可以把银行管理权 还给他们 我 我有点累了 你们先回去吧 我扶你躺下吧 不用了 对了 大家都赶紧回去吧 别打了妈妈休息了 走吧 白哥放心 我会带着星星和太阳撑下去啊 保重 二叔你赶紧出去吧 谁的人生没有追求 谁曾没有跟空去颤抖 就让我握着你的手 再多吃苦头 平面承受笑容也温柔 眼前的障碍不管是否诅咒 还是个祝福让未来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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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真切的相信坚持到最后 就是幸福出现的时候 看着你祝福在心头多少个春秋 陪着你不管天长和地久 相信你感动了天地一切的诅咒 就让祝福酿成的美酒 明天的一切也被今天左右 漫天的黑云月亮就在背后 你让我真切的相信坚持到最后 就让幸福出现的时候 月亮就在黑云的背后 ин年纪月明星 在黑云月亮的北 lang 大哥 你来啦 坐 好 您看起来气色好多了 听妈说 现在扶着您能走两分钟 进步不少 相信过不了多久 就能出院了 我们兄弟俩很少 像以前那样 坐在一起聊天了 我记得小时候 爸爸特别喜欢坐在摇椅上 然后讲故事给我们听 您那时候最爱听的是 常山赵子龙 我最爱听的是 李嘉 什么叫做 人之将死 其烟野山 我什么时候承认过 爸是我堵死的 我什么时候又说过 让你来帮我管理银行 有啊 不光我一个人听见了 二嫂凤萍也听见了 那是我的遗言呢 我从来就没承认过 是我堵死爸 我也从来没有叫你来 帮我管理银行 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 居然改了我的遗言 是 是 我跟二嫂凤萍的确 是改了你的遗言 但我这么做是为了你好 也为了给程家祭奠德 你知道 妈那么讨厌唐婪 你却要让她管理整个银行 这样下去妈受得了吗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就是想当程老板 真的 还有 过两天我会带个律师过来 他会准备好一份完整的文件 您只要在上面签个名之后 我程奕祥 就名正言顺地成为了 银行的管理人 对了 您放心 我接管了您的银行之后 我一定会把星星太阳 当成是我自己的孩子一样 好好地培养他们成才 您也知道 我没有结婚 我自己没儿没女 我 你就那么有把我肯签字啊 大哥 我 我真的很难过 您 您只剩两年时间可以活了 两年加起来差不多也就 七百多天 是 您为什么不平平静静地走完 这最后一程 今天您签字 银行是我的 您不签 这银行它还是我的 说穿了 讲白了 您签不签字 只是个手续而已嘛 而且最重要的是 大哥 您已经不再是那个 当年的陈奕菲了 您现在是一个走路走两 分钟都会喘的病人 人生如昔 您这场戏演得太久 太长 如果您再硬着头皮一眼下去 可能会出事的 好 好 都已经八点了 我忘记了 医生告诉我 不能够打搅您太久的时间 而且我约了曲姐吃饭 过两天 我带律师过来 代个告辞 我相信这次合作应该给 二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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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 您必须把合同给我 行行 你们 你们到底闹够了没有啊 曲姐 我们走吧 把合同给我 大哥 出什么事了 二叔跟几个赌场的老板 都已经谈好了 要借给他们四百五十万 而且还拿了公司的印章 在上面盖了章 现在马上就要去跟人签约了 二叔 爸说过很多次 不能借钱给赌场做生意 你不知道吗 现在银行已经改钞换贷了 我管他是赌场还是农场 只要能赚钱的我就干 再说了 现在我才是程老板 你明白吗 这叫新人新作风 曲姐 时间不早了 我们赶快走吧 走 干什么 打过来 你坐下 你还能赢了吗 走着 快走 快走 快点 别打 快点 别打 别打了 去去 放开他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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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安静 这回我可是给程老板面子 下不为例 再有下次 别怪我不客气 没事吧 走开 走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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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月亮 回家是在那边 不在前面 我 有办法就 救 救 家 救 月亮 你想到什么办法了 你跟我说 你告诉我 月亮 你告诉我 你想到什么办法了 你别着急 慢慢说 说出来 告诉我你想到什么办法了 你别急 别急 你想到什么办法 月亮 月亮 你冷静点 不要这样 月亮 月亮 你不要去想二叔和银行的事 你想一些开心的事 你想想 你小时候 蓝姐一起陪你玩打仗 你想想 你是怎么认识我跟高玲玲的 你想想我们在一起去过 什么好玩的地方 你想想开心的事 想点开心的 月亮 有没有好一点 月亮 不会的 你不会好不了的 月亮 月亮 你会好的 月亮 月亮 你会好的 成月亮 成月亮 我有个事要告诉你 我不会再遵守诺言 跟你做朋友了 下个月我就跟我爸妈搬去虹口 我爸的一个朋友 在日本人的公司上班 他让我去当会计 我明天就去银行辞职 还有 高玲玲也会走 他要回札北 他在那边当助教 我们俩都会离开银行 你才是骗子 你之前怎么说的 你说你会一天比一天好 你说你会有进步的 可是现在呢 因为我认识你的时候 我还要差 你好什么呀 你之前怎么说的 你说你要当银行家 要帮助所有的老百姓 过上好日子 可是现在呢 你看看你自己 唯一变的就是 你变成了一个哑巴 所有的医生都说 你会好 你会好 是你自己不想好起来 你今天也不能拿去 对日本人 月亮少爷 就算你的那个二叔 把银行抢了 你也不愁吃不愁穿 可是我们呢 他要是把我们开除了 我们连饭都吃不起了 你这一位人 都是重生 你知道 每天有多少人 死在他们手里 他们打上了我爸 刘叔也死了 我爸要是没有事 我们家 我们银行怎么会 乱成这样 你 你别光回我嘴巴 说呀 月亮 你得做出点实际行动 给大家看哪 你现在就是一个哑巴 对 我就是个哑巴 我不会说 我不会看 我还不想听 我什么都不讲 我再也不要看见 姐姐那个样子 我再也不要看到 二叔那个样子 月亮 你们走吧 月亮 我需要你们了 月亮 月亮 我从长到大都没有朋友 我以后再也不交朋友了 月亮 月亮 我刚刚说的都是骗你的 大傻瓜 你 你说什么 我说你笨啊 每次都要人家 把你骂得狗血淋头 你才会有进步 是 是真的 你刚才说的都是骗我的 你知不知道 你刚才骂你二叔 骂日本鬼子的时候 有多畅快灵你啊 你会说话了 那我问你 你跟高玲玲 还会不会离开我了 当然不会了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谢谢 好了 我刚才是不是说 我想出办法来了 旧银行 月亮 你慢点我鞋坏掉了 等等我 前几天这件事 我还能骗你吗 你一定会听我的 我可是肯定吃亏 那怎么说啊 我跟你说啊 你想啊 我跟老板都长时间了 我能不知道 以后啊 你小心点 像你这刚来的 以后有事多问问我 肯定吃不了亏 知道吗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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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啊 我是不是老很多 真的是世事难料啊 两个礼拜之前呢 我还是神动火火 人见人怕的陈老板 现在却是一个走三分钟 就会惨得老人了 好不好 我今天走了五分钟啊 我看见了 我就是因为看见 你能走五分钟了 所以我才敢进来找你 你怕被外面那些人看见你 我怕他们干吗 我是怕影响你休息 怎么样 你是打算 养金蓄锐 好好地打一场翻身仗吗 你这丫头啊 我心里想什么啊 你都知道啊 亏得你夸我了 我对不起你 我被他们 赶出银行了 没事 我全都知道了 那你以后没有什么计划吗 目前最好的办法呢 就是把 租界里所有有名望的人 都聚在一起 包括总统 让他们来做一次见证 我要亲口告诉他们 你才是银行的账管人 可是程老太太 他一定不会同意 让一个外人接管银行 还有程一祥和曲姐 他们一定不会罢手的 我现在就是担心啊 他们会越来越猖狂 是 想想看 我们陈家还剩下些什么人哪 七多岁的老太太 酒病缠身 程二爷呢 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不用我多说了 程二太太 她永远是在最关键的时候 反咬你一口 连自己丈夫的遗言 她都可以反着说 而我最看好的月亮 居然成了哑巴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够好了 而我呢 我程一飞 医生说 最多也只能活两年 所以基本上来讲 我活了两年 我都得把医院当成家 因为卡在腰里那颗子弹 我取不出来 随时可以要我的命 想想啊 谁还能撑起 陈家里这一片天啊 我对不起你 为什么 就算活两年 又怎么样 活一年 只要我有一口气 这奖战我都要打 程雷 你不能离开我 嗯 放心吧 我不会的 从你中枪那天起 我就告诉自己 我的后半辈子 只做三件事 帮你 帮永月银行 帮星星月亮太阳 除了这些 别的我都不会做 爸 月亮 爸 我 我想到办法了 我想到办法了 月亮 你能说话了 我能说话了 我 蓝姐 蓝姐 你怎么穿成这样了 行了 先别说这些 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旧 旧银行 嗯 等会儿 哦 我们来的时候 他们在门口抽烟 嗯 这样吧 我去给你们把门 你们慢慢聊 嗯 好 我 我想到办法了 什么办法 嗯 奶奶不是常说吗 她就是拼了老命 她也不让一个外人去管银行 对对不对 然后太阳也说 就算蓝姐再怎么好 她也是个外人 曲姐也说过 如果说呢 嗯 一个外人老是霸着我们银行 对不对 那么那土厨就会很没有信心 他们早晚会把钱取走的 说重点 嗯 说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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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就 就是说啊 曲姐不是不是老说 你们两个有私情吗 她还说你帮她 我不要听曲姐说什么 我要听你的想法 我 我的想法 我的想法 就就是让你们早点结婚 这样的话 她就是我们五个孩子的妈妈了 怎么连你也相信曲姐的话 认为我跟你蓝姐有私情呢 你看看你 你怎么这么笨呢 我没有让你们真的结婚 我让你们假结婚 假结婚 这这这太荒谬了 根本心不通 怎么心不通 她要是嫁给了你 她在外面 表面上她就是程三太太 她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管银行 在家里她也可以保护我们五个孩子 对不对 你怎么一点人情事故你都不懂啊 做人不可以那么自私 行不通通 行不通通 什么怎么自私啊 一个女人 丈母才死了不到几个月 你又让她改家 这黑锅她又背到底的呀 她以后她怎么见人啊她 程大哥 你又让她改家 月亮说得对 如果这个办法 真的能帮到程家 帮到银行 我愿意 不行不行不行 绝对不行 爸 不行 我不能为了我自己 把你后半辈子给毁了 我本来就没有什么后半辈子 刚才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的后半辈子只有三件事 为了你 为了陈家 为了银行 我是真心愿意 唐楠 你知道身为一个女人 那明节对她有多重要吗 如果你真的嫁给我了 全组织的人她会怎么说 丈夫失误未寒 性挂风贵了钱 却嫁给了一个活不到两年的老公子 老头 你面子要白哪儿啊 你还要不要做人哪 让她发声 这不是你常说的吗 我的面子没那么重要 比起 你为我们夫妻两个做的一切 根本算不了什么 爸 现在只有这一个办法了 就算只有一个办法 也得让你拦截考虑清楚 没什么可考虑的 爸 张大哥 我想问你 当初你为了救我 给了曲解银行两成股份 你考虑清楚了吗 还有 你为了保护我 挨的日本鬼子一枪 到现在子弹还在你的身体里 你又考虑清楚了吗 你当时什么都没想过 我凭什么要考虑清楚 我凭什么要考虑清楚 好慢啊 好 月亮 这么晚还没睡啊 嘘 奶奶 我这儿有一个录音带 你听一听 你能说话了 我能说话了 你放心吧 好 这儿还有一封信 是爸让我给您的 嗯 谁也不能说 谁也不能看 嗯 妈还有凤衣也不能看 知道了吗 搞什么鬼呀 奶奶 你好好听吧 爸我先走了 记得锁门啊 嗯 那是我的语言呢 我从来就没承认过 是我毒死爸 我也从来没有叫你来 帮我乖的义 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 居然改了我的义 是 我跟二嫂放平 的确是改了你的义 月亮就是你的名字 你什么时候受我委屈 什么时候心里不痛快 你就回来 爸爸妈妈 永远欢迎你 不管狂风还是暴雨 你像依然存在你心底 默默默的 默默的承受着冲击 还没有放弃 依然存在心中的轨迹 眼前的障碍不管是否诅咒 爱是个祝福 还是个祝福 还是个祝福让未来去感受 还是个祝福让未来去感受 你像依然坚持到最后 白了少年头 你的生命力就会感动宇宙 明前的障碍不管是否诅咒 爱是个祝福让未来却感受 你相信坚持到最后 白了少年头 你的生命力就会感动宇宙 明天的一切也被今天左右 漫天的黑云月亮就在背后 你让我真切的相信坚持到最后 就让幸福出现的时候 Zither Harp 月亮就是你的名字 坠落人间的一个天使 你的心穿扑的烟衣 什么是积极 给了我一个不一样的意义 不管狂风还是暴雨 理想依然存在你心底 默默地承受着憧憬 还没有放弃 依然存在心中的轨迹 眼前的障碍不管是否诅咒 还是个祝福让未来去感受 你让我真切的相信坚持到最后 就是幸福出现的时候 看着你祝福在心头多少个春秋 陪着你祝福 陪着你不关天长和地久 相信你感动了天地一切的诅咒 就让祝福酿成的美酒 明天的一切也被今天所有 漫天的黑云月亮就在背后 你让我真切的相信坚持到最后 就让幸福出现的时候 月亮就在黑云的背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